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近期上当的几部电视剧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,其中安家更是一局掌获多个平台的收视冠军。 除了安家之外,最火的电视剧莫过于《无星法师3》了,《无星法师3》作为唐人主推剧, 在上映前期公司,就为此做了不少宣传铺垫,加之前两部的观众积累,第三部一播出,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。 虽然第三部一播出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,但是这样的热度并没能维持多久。 《无星法师3》从热搜第二调到了第九,在其他平台,《无星法师3》的热搜度,也在相应的减退,其中有三个关键原因不容忽视。 首先,上当的好剧太多,市场竞争压力大,安家重生等一系列好剧的上映队,《无星法师3》造成了一定的冲击。 但抛开这个原因,难道该剧本身就没有原因吗? 其实是有的,《无星法师3》的热度,之所以消退得这么快。 剧本身的原因肯定要占大部分的。 前两部大获成功让唐人看见该系列剧的前景,第三部因此推出,作为唐人主推的摇钱术。 《无星法师3》在某些方面较之前两部,确实是有志的飞跃,比如《浮化道》。 从《无星法师3》的《浮化道》中,我们确实可以看见唐人对这部剧的用心。 看过第三部的观众都知道,这一部的故事背景是在圣唐黄昏。 唐朝的服饰是历朝历代中有名的繁琐,并且因为所处的时代特殊,唐朝的服饰其实是有分层的。 即各个社会阶层的常用服饰有明显的不同之处,在这一点上剧组准备的比较用心。 具体表现为身为世人的柳玄湖身穿长衫,而身为社会底层的上青天身穿长裤等等。 除了《浮化道》上更加精细之外,在其他方面第三部比其他两部,其实是要迅速不少。 其次,从故事情节上看,《无星法师3》没有第一部的精炼,简短逻辑分明。 整体的故事节奏变得更加缓慢,甚至有不少观众表示,都看了这么多集了,还没有看明白这部剧究竟在讲什么。 个人认为,缓慢的故事节奏是《无星法师3》最大的败笔。 在快节奏的今天,不少观众看剧是用二倍速看着看着时不时还要拖进度条。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,慢节奏的故事情节自然不受欢迎。 更别说故事结构松散整体的叙事逻辑感不强。 没有演员,戏剧只能是苍白的文字,演员是戏剧的眼睛,只剩着整部剧的灵魂。 抛开演员锦坛情节显然是不行的。 最后,《无星法师3》中采用的演员,绝大多数是前两部中的熟面孔,同一个演员。 演技上自然不会相差太大,不过,有不少观众认为寒冬军演技如出一辙。 柳青蓝更是失去了月起罗的灵动可爱。 个人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,很可能是近期同类型的角色太多。 以至于观众产生审美疲劳,《无星法师》系列中最受欢迎的其实是第一部,第一部故事动人心弦。 每一个角色也都有可爱之处,就连一项不讨喜的反派也有不少观众喜欢。 比如《腹黑罗莉月起罗》,比如《痴情不改张显宗》,《无星法师3》,一播出就能立马获得热烈反响,是因为有前两部的积累。 个人认为,脑本吃够了,如果没有新的突破,《无星》系列很难再有好的成绩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 感谢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